今天来看一部二战电影《无名战事》 这部电影从历史的角度 为我们揭开了一段二战中显为人知的苏芬战争 1940年的冬季战争 苏联惨胜,迫使芬兰割地并且租建部分领土 芬兰对此一直隐忍在心 莫兵立马,刺激而动 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 芬兰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 毫不犹豫地向苏联发动了进攻 尚未下达了作战命令 拔银开赴北卡雷比亚 对于这些还没有受过战火洗礼的新兵来说 他们完全不知道战争的真实样子 即使马上要上战场依旧谈笑分身 行动开始前 中尉看着眼前的新兵战士 叮嘱着他们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 可当真正进入了战斗 士兵们才发现什么叫做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真难 稍微卡里自己也趴在了草丛中 自己的身体好像灌了牵一样沉重 毛毛虫在他眼前一扭一扭地趴着 虽然有机枪的火力压制 但是牌里的弟兄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完全没有了冲锋的样子 后方的上尉看到这个情况有点着急 嘴里喊着小伙子们仗不是这样打的 随手拔出了手枪 声纤士族 喊着口号 做出了有点像一战时冲锋的样子 但没走几步便被一炮掀翻在地 或许是受到了上尉战死的刺激 怕在地上的士兵们发起了冲锋 可当他们来到对方阵地的时候 才发现苏军已经撤走 战后的卡里也觉得这次有点窝囊 一个敌人都没有看到 反倒搭上了一位上尉 稍做休整之后 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才刚刚开始 收复师弟也是这次战争开始的目的 第二天的交锋越来越残酷 更麻烦的是他们整个营都陷入了包围之中 尚未下令卡里打开一个突破口 突围出血 可是在卡里的眼中突围哪有这么容易 整排的弟兄得被苏军的火力压制在了山坡之下 必须先炸掉山坡上的堡垒 就在他准备自己去的时候 老兵埃里克毛遂自荐 表示自己愿意前往 埃里克拿起了卡萨帕洛斯板砖手榴弹 小心的穿过树桶 连番的躲闪后来到了堡垒下方 双手制出了重达四攻击的板砖手榴弹 轰的一声巨响 打开了突破口 士兵们发起了冲锋 很快就占领了苏军阵地 晚上继续行军 路过被撤退的苏军烧毁的营地 一个士兵还从里面找到了一袋子土豆 然而这一走就是一整夜 战士们疲惫不堪又累又饿 也不管上级怎么安排 停下来先吃饱再说 突然似乎听到前方细细索索的声音 前去查看抓获了一名落单的苏军战士 最终少尉决定让莱特将俘虏押回后方 可没走几步就听到一声枪响 莱特以逃跑为由 枪杀了这名俘虏 但这种事情大家心知肚明 少尉也就没有过得的追究 1940年8月 洛卡接到了国家的招化 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他是一位老兵 参加过苏丰的冬季战争 并且活了下来 对于战争的认识 他有着自己的一套 而他这次的第一战 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条大河 并且在渡河之前安慰卡里 让他尽量的放松 战场中指挥官不应该表现出 比士兵还要紧张 一声声冲锋前的炮击过后 进攻开始了 冲锋艇在河面上快速的划过 洛卡熟练的操作机枪射击 很快就抢渡到了对岸 他选择好位置架起机枪 又精准的干掉了对方的机枪手 随后他凭借以往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卡里配合 用手榴弹打前锋 冲锋枪跟进 就这样循环往复的推进 很快就清扫了战壕中的苏军 战后对于洛卡的表现 稍微卡里很是称赞和钦佩 但洛卡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自豪 他只是说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被杀 而是要活着回去 他也不喜欢战争 但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黎明的雨夜中 尚未安排莱恩带几个人前去前方侦查 茂密的树林中处处充满了危机 莱恩很不幸挂掉了 按照计划 他们在苏军的必经之路上做好了埋伏 但没有想到苏军中竟然有几辆坦克开路 很快就突破了他们设置的埋伏 关键时刻席而上前 不顾生死的摧毁了一辆坦克 苏军被迫撤退了 战争依然在继续 由于德军的全面进攻 苏军在芬兰战场上力不从心 1941年10月 此时的芬兰士兵已经跨过了边境线 来到了苏联境内 经过大半年的征战 最初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 但战争却没有结束 1942年冬季的斯维里和派 卡里带着弟兄们阻击苏军的反扑 由于对方人数太多 很快就冲破了防御 为了加固防线的左翼 洛卡带着一名士兵来到了左翼阵地前沿警戒 深夜苏军一支50人左右的分队前来偷袭 洛卡发现后并没有着急开枪 等对方靠得足够近的时候 他最先放倒了对方的指挥官 紧接着就是不停的突突突 由于雪地行动不变 这支50多人的分队竟然被洛卡突突突掉了 而他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由于这次的突出表现 洛卡获得了一周的休假 短暂回到了妻子孩子的身边 时间到了1943年7月 苏德战争局势互转 苏联方面也抽出手来更多的关注芬兰战场 斯维里和派的对战开始更加残酷 就在洛卡当值的一个夜晚 一支苏军小队遣住了过来 率先发掘的洛卡从容解决掉了几人 并且还活捉了一名上尉 经过审问才知道 对方的目的是抓一名俘虏过去 没想到偷击不成18名 但最高兴的还是洛卡 因为按照规定 抓到一名敌军军官 他就可以获得双倍的休假时间 就在黑麦成熟的季节 洛卡回到了自己的家 然而这种幸福依旧是那么的短暂 1944年6月 德军在东线战场完全溃败 芬兰士兵也不得不从斯维里撤退 回到了原来的边界线 也就是虽然经过了近三年的折腾 现在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但这次的情况更加糟糕 苏军来势凶猛 一番炮击差点直接摧毁防御阵地 尚未感觉情况不妙 因为他刚刚得知 毛子已经占领了营部指挥所 他又接到命令 必须想办法夺下指挥所 洛卡又一次成了反扑的尖兵 进攻开始了 洛卡的表现不畏生死 该冲的时候冲 该停的时候停 完美的展现了一个老兵的风采 只有消灭对方 才能使自己活下去 这就是战争 一番厮杀过后 夺回了指挥所 但是少校已经阵亡 而另一边推进的卡里 却没有这么幸运 他在冲锋的过程中 重待身亡 为了避免部队再次陷入包围之中 尚未凯尔建议放弃阵地 上司让他在撤退的时候 带上重武器 表示自己也会马上跟过来 但凯尔下令抛弃了重武器 这样能撤退的快点 武器没了可以再生产 但人没了就啥都没了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 跟过来的中校 中校义愤填膺地训诫大家 你们是战士不是绵羊 并且下令他们就地建立防线 可没多久苏军就追了上来 并且有着坦克开路 为了战事的荣耀 尚未凯尔用生命的代价 摧毁了一辆坦克 但终究改变不了战局 就在再次后撤的时候 中校又出现了 并且枪杀了一名后撤的士兵 打算以警校游 可后方的苏军已经近在眼前 士兵们没时间搭理他 保命要紧 这名中校也死在了坦克之下 1944年7月 在芬兰的最后一道防线上 洛卡带着士兵坐着最后的坚守 他们在这里与苏军坐着殊死抵抗 寸土必争 熟悉的面孔已经越来越少 直到两个月后的9月 苏联与芬兰签署了停战协议 历时三年的苏芬战争 总算告一段落 洛卡又一次活着回到了家 而有的人却永远留在了那片战场之上 影片至此全部结束 180分钟的时间里 它给我们呈现了三年时间的苏芬战争 可以说是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 影片中激烈的战斗场面此起彼伏 但却没有让我们感到一丝的热血与激情 它就这么静静的展示给我们 没有过多的血腥与激烈薄杀的镜头特写 却真正展现了战争的残酷 现在的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无法体会到战争年代人们对和平的向往 那么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就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做好现在的自己 也就等于一个和平年代中的好兵 同时也像那个年代中 为了和平的无数的无名战士们致敬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